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170集 潜在情敌 刘璐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夏末一眼 平常在策划部你都是让人这么欺负的 然后夹了一个蛋糕气鼓鼓地咬了一大口 就像是在咬那些私逼夏末的人 今天夏末在他先忍着 改天不要让他碰到 欺负什么呀 欺负 夏末眨巴眼睛 灵动的眸子清澈又干净 这是刘璐见过最干净的黑眸 可是看着这么清澈干净的姓眸 刘璐的眉心拧成了一条纸线 她是真心心疼夏末 这么好的姑娘却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 你呀 刘璐指了指夏末的额头 没有再说什么 又夹了一个糕点吃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家的糕点跟蛋糕都是一流的 非常的好吃 甜而不腻 就在她抬头的一瞬间 余光扫到小凡的眼睛 眼巴巴地向她这边看过来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夏末还没有吃完的糕点 刘璐瞬间就看出小凡的那点小心思 她是自己的那些吃完了嘴还馋着 毕竟美食房可不是吹牛的 这些典型糕点的味道那可是一流的 想到这里的刘璐眨了下眼睛 优雅地加了一个缓缓地慢慢地放到鼻子边 慢慢地闻了一下 然后放在嘴巴里 很美味地吃了一大口 就在她把糕点放进嘴巴里的时候 可见小凡用力地咽了一下喉咙 把刘璐心里乐的 她故技重施地吃了第二款糕点 然后故技重施地吃了第三块糕点的时候 小凡终于看出了刘璐是故意的 刘璐看到小凡那像是吃了狗屎一样的脸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小凡起身用力地踢开椅子 狠狠地瞪了刘璐一眼 贱人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才是贱人 你全家都是贱人 刘璐毫不甘示弱 你 哼 小凡气得脸青一块紫一块的 然后狠狠地剁了剁脚 拿着吃完的点心的盒子走开了 小凡去了茶水间 趁人没注意的时候 才把盒子上沾着的一点点残余的膏屑 给舔干净了 这才不舍得把盒子扔到了垃圾桶里 然后不舍得看着垃圾桶 好想把盒子捡起来再舔一遍 真的是太好吃了 小凡咽了咽口水 想起刚才刘璐得意的样子 心里一阵恼火 不过说真的 他慢慢地把糕点放进嘴巴里的时候 好想把那糕点拿过来塞进自己的嘴巴里 对于一个吃货来说 看着别人把自己心爱的美食 一个一个地塞进嘴巴里 这求而不得的感觉 才是真的致命 小凡呼得在脑海里想起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大明星顾潇潇 小凡快速地拿起手机 点开微信 顾潇潇就在微信的第一行 因为被小凡给置顶了 他点了进去 打了几个字 潇潇 谢谢你送过来的点心 刚想着发出去又给删掉了 顾潇潇是大明星 他会不会忘了自己 然后他就又重新编辑了一条短信 你好 潇潇 我是万豪策划部的林小凡 早上加你的微信 还记得我吗 顾潇潇因为慕寒雨对他不理不睬 回到家里正喝着闷酒 听到叮咚的一声 顾潇潇恍惚了一会儿 才拿过手机打开短信 其实他知道不可能是 韩宇哥哥发过来的信息 可是心里依然有一丝的吸迹 是那个叫什么小凡的发过来的 神经病啊 谁记得他 也分不清楚他什么身份 潇潇潇潇的叫 潇潇也是他配叫的吗 林小凡拿着手机 在休息室焦急地等了好一会儿 为了分散注意力 他还给Amy发了条短信 Amy 你的策划稿改得怎么样 改好了没有 Amy 刚改好 我发你邮箱 小凡撇了撇嘴 好 谢谢 然后就又翻到 跟顾潇潇聊天的页面 顾潇潇还是没有给他回信息 小凡忍不住又发了一条短信 潇潇小姐 谢谢你让总裁送过来的点心 真的是太好吃了 顾潇潇的手机 又一次叮动就响了起来 顾潇潇本来不想去看的 可是她看到上面提醒的字 拿着红酒的手 钉在了那里 潇潇小姐 谢谢你让总裁送过来 由于字太长了 后面的没有显示出来就消失了 顾潇潇立刻点开微信 点开小凡发过来的信息 她什么时候让韩宇哥哥 给策划布送点心了 顾潇潇想起韩宇哥哥 看着那个女人离开的背影 很久很久 而她站在韩宇哥哥的面前 韩宇哥哥却看都不看她一眼 因为韩宇哥哥 喜欢上那个女人了吗 她是因为那个女人 没有吃饭就走了 然后担心她没饭吃 所以让人送她点心 所以韩宇哥哥今天去员工食堂 是专门到那边等她的吗 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 迟早有一天 夏末会变成总裁夫人 而且那个女人 还有一个金牌筹码 那就是她的女儿 韩宇哥哥的亲生女儿 顾潇潇那个精美雅致的脸 因为生气变得十分的扭曲 一个打工妹 她有什么资格站在韩宇哥哥的身边 更别说做总裁夫人 她夏末给她提鞋都不配 想着顾潇潇快速地在微信上 打了几个字 我也就是顺口说的 没想到韩宇哥哥 居然真的给你们送点心了 这样啊 穆总裁真的是太爱你了 潇潇小姐 你真的是太幸福了吧 韩宇潇潇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然后她看着小凡发过来的信息 又发了一句 那个夏小姐安排的也一样吗 小凡看着顾潇潇发过来的短信 原来是潇潇小姐另外安排的呀 她还以为是宋旭安排的 小凡 夏末的那一份送的特别的大份 我还以为是宋助理特别安排的 超羡慕的 没有想到是您安排的 您人也太好了吧 小凡有些妒忌 为什么连顾潇潇对夏末都那么好 夏末可是她的潜在情敌 小凡 潇潇小姐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说 韩宇潇潇 你说 小凡 那个夏小姐可是你情敌呀 之前她是总裁身边的司机 跟总裁的绯闻在公司里 可是传得沸沸扬扬 是后来才空降到策划部的 顾潇潇虽然也知道一些 这女的之前空降到公司 做了韩宇哥哥司机 汇传绯闻也是正常的 小凡恨不得加油添醋地告诉顾潇潇 夏末在公司的所有事情 她从夏末空降到策划部 迟到早退 连矿工都告诉了顾潇潇 还告诉顾潇潇 矿工的那天早上 夏末还收到了一束 很大树很漂亮的蓝玫瑰 同时在那天 夏末升职做了策划专员 小凡总结了一下 总之总裁对她的态度太不一样了 小小小姐 你可要防着她的呀 在看到小凡打得韩宇哥哥 还给那个女人 送了一束蓝玫瑰的时候 顾潇潇的脸 已经完全扭曲到猙獰了 顾潇潇的手一甩 将桌上的酒杯给打翻了 玻璃的杯子在地上碎成碎片 还没有喝完的红色液体 也飞溅到了地板上 连地板看上去 都是那么的猙獰 她顾潇潇在顾甲 也算是重心捧月 她平常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这次她也不会输的 绝不 小凡发了信息一会儿 又没有收到顾潇潇的回信 心里有些慌 刚刚是不是自己话说太多了 让潇潇小姐讨厌了 小凡想了想 手抖了抖 等会儿顾潇潇小姐 会不会把自己的微信给拉黑了 那自己想跟着潇潇小姐 吃香喝辣的想法 不就泡汤了 小凡立刻又补发了一条信息 潇潇小姐 会不会是我话太多了 如果你要不喜欢听 我下次就不说了 还好短信还是发出去了 顾潇潇还没有拉黑她 顾潇潇盈顶着屏幕看了一眼 她的确是不喜欢这个小凡 不过她是想借着自己的关系 盼点好处 不过这样的笨蛋 刚好好处理 韩语潇潇 没有 刚在忙 以后要有什么 有关韩语哥哥的消息 你都可以告诉我 韩语潇潇 你叫我顾小姐就可以了 然后聊天记录 记得聊完就删除 我怕万一聊天记录泄露了 让别的有心人看到了 不好 小凡连忙发了个 嗯 好的 好的 房间的门被人敲响 顾妈妈的声音响了起来 潇潇 你在里面吗 顾潇潇飞快地摁掉手机 放在桌上 然后蹲了下来 妈咪 我在 进来吧 刚刚是什么声音啊 顾妈妈推门而入 入眼就看到地上的一片狼藉 顾潇潇蹲在那里 捡着破碎的玻璃 顾妈妈连忙喊住了顾潇潇 哎 潇潇起来 别捡了 等会弄到手受伤了 顾潇潇抬头 眼眶红红的 妈咪 我没事 我刚刚就是不小心手滑 才打翻了红酒 你站起来别动 我让顾管家过来打扫 顾妈妈说完 转身去喊来顾管家 过来打扫 顾潇潇乖巧地站了起来 脸上戳戳可怜的 让人根本就想象不到 刚刚那杯酒 是她恶狠狠地摔掉的 顾管家很快地让人上来 把房间给打扫了干净 顾妈妈走到顾潇潇的身边 顾潇潇还是像雕塑一样地 站在那里 双眼无神 柔柔弱弱的 顾妈妈过来把顾潇潇 扶到了椅子上 瞧你这孩子 你还在为那个穆韩宇伤心 顾妈妈心疼地 把顾潇潇拥在怀里 低头看着她 一说到穆韩宇 顾潇潇抬眸 原本无神的双眸 突然间就有了一丝的亮光 妈咪 我是真的很喜欢韩宇哥哥 顾潇潇的变化 顾妈妈看在眼里 疼在心底 我知道 所以你更不能糟蹋自己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的韩宇哥哥 怎么会喜欢你呀 妈妈 顾潇潇嘟囔了一下 语气很撒娇 好了 妈妈不是告诉你 妈妈会帮你的 你着什么急呀 妈咪 你想到了办法是吗 顾潇潇惊喜 从顾妈妈的怀里 挣脱起来 直视着顾妈妈 你这孩子 一天到晚 想着你的韩宇哥哥 回来都没有去拜访一下 你韩宇哥哥的奶奶 顾妈妈笑着说 已有所指地说道 顾潇潇是个聪明的孩子 这么一提点 她当然立刻 马上地明白了过来 韩宇哥哥最听奶奶的话了 如果奶奶能站在自己这一边 那她肯定可以顺利地 当上沐家女主人的 顾潇潇想着扬起了笑脸 妈妈 你是不是跟奶奶约好了 你说呢 顾妈妈笑 我跟奶奶约了明天晚上去美食方 然后你的沐韩宇哥哥也会去的 太好了 谢谢妈咪 妈咪对潇潇真好 顾潇潇开心地扑到妈妈的怀里 顾夫人抱着女儿 宠溺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好了 乖乖地 好好休息啊 明天漂漂亮亮地去见你的韩宇哥哥 顾潇潇连忙像小七卓明一样地点头 嗯 谢谢妈咪 顾妈妈揉了揉潇潇的头发 宠溺得不行 你休息会儿 妈咪出去做事了 顾妈妈出去之后 顾潇潇唇脚划过凉凉的弧度 没有了刚才温柔乖巧典雅的样子 老天爷都在帮她 她就不信了 韩宇哥哥还会要那个女人 她白袭的手 悠悠地拿起手机 先打了个美食坊的电话 留了个位置 由于美食坊的主管 知道顾家跟穆涵宇交好的关系 特别是顾临北跟穆涵宇关系很好 所以顾潇潇很容易地定到了位置 定完位置之后 她点开小凡的微信 打了一行字发了出去 韩宇潇潇 我定了美食坊的一个套餐 明天晚上的 但是我明天突然有事去不了了 你要的话 报上我的名号就可以去吃了 小凡看到消息的时候 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她生怕自己是看错了眼睛 眨了眨眼睛 又眨了眨眼睛 然后又看了一眼短信 还真的是 顾潇潇竟然请她去美食坊吃 哈哈 下沫那一盘点心又能算什么 小凡快速地给顾潇潇回了短信 谢谢顾小姐 顾小姐要是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上刀山下火海 在所不辞 顾潇潇的眼里闪过鄙夷和不屑 不过是一顿饭 就把人给收满了 还真是廉价 不要说是我请的 记得删除记录哦 小凡 我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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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